为什么我告诉你 因为我做的时候 丢了手机 其实那个手机是被偷的 你看到我有个网站 最好的网站就是说小偷 可能一个小女孩 是她的爸爸妈妈偷我的 给她的小女孩来用 没关系 我也都不要紧 但是她们真的很过分 当我卡了我的电话号码之后 几天 三四天五天 所有的视频使掉 她要紧紧把自己的样子放下去 我问你了 就是因为 能够使我的视频 就能够把自己的视频放下去 就是为什么我不见了 就是我在跳蚤市场 买滴汤的时候 不小心被人偷掉 所以我也很相信 所有的分手也不见了 但是没办法 没所谓了 因为我觉得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 也是很 体谅我 更 比较很爱戴我 我也想感谢你们 相信 相信的当然 有点相信的 电话 不会很贵 那些视频 在我心里面 真的蛮有杂责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蛮痛苦的 好几天 所以看到有些人 这几天都有帮我订阅 所以我感觉我很开心 因为重新感觉 他们没有忘记我 没有管我 有多少的分数 自主地 挨戴我 我也是很高兴 很感谢你们 所以我就简离给你们 如果真爱 你们的手机也好 什么不要的手机也好 最后你们 要好好 保管 不要处处处处处处 放在手机里面 又很难拿出来的 如果不是 就是笼统今天的效果 尽快今天就是 纸评 不就分数 很简单 如果不见了 很重要的东西 真的蛮痛苦的 我们的生命 只不过我要报警了 但是报警没有用 可能我的影响力不够大 我不够名次 如果我是明星 可能有点帮助 但是我又不是明星 我是一个普通的暗爹 就是这么简单 OK 你要留意 如果你们把你的手机 最后不要处处处处处认真 看到你的手机 知道你的什么 如果那种东西 你不要以为 我很小心的 你没有想到 你有一天不见了 就是如果 那个人 心里面真的很安真的 很外丹的 真的想不到 我今天好像发的 噢 梦子 没有想到 你有了我手机就算了 不用弄到我的视频 全部都死掉 还要紧紧放自己 这样子在里面 所以我也报警 但是我觉得 是没有用 但是我都尝试一下 我曾经试过 我都知道没有帮助 但是我都感觉 我走出第一步 现在没所谓 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又看到你们都对我 也想挨呆了 我也想高兴了 也有继续帮我订阅了 所以我也是蛮高兴了 所以记住 有新的发明 新的视频 也跟你们分享 嗯 OK 拜拜